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0月6号访问日本 在东京和日本 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外长 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目的是由这四个国家 共同建立安全框架 随后扩大至印太地区 其他的国家 完成一个应对中国挑战的 保障网 也就是所谓的亚洲小北约 蓬佩奥警告亚洲盟国 关切北京在这个地区的 恶意活动 并针对中国在台湾海峡 等地的行动 呼吁盟国团结对抗中国的剥削 贿赂与胁迫 蓬佩奥对盟国提倡联合 对抗日益独断的中国 他还提到 其自武汉的疫情 因为中共的掩盖 而大大恶化 我们听到蓬佩奥发表 对抗中国的措辞 都相当强硬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要从两方面来看 蓬佩奥的这一趟亚洲行 先谈他访问日本的意义 然后再谈他取消访问韩国的影响 首先请教台湾的中山大学 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 郭育仁 蓬佩奥访问东京 主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先去确认 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盟国就是日本 必须要先去确认这个新首相菅义伟 他对于美国一些政策 现在亚太政策 日本的这个动向 第二个才是蓬佩奥提到的 这个最终包围网 包含这个Quadialog 就是美日印澳四国的外长 在东京召开会议 对这是第二层的含义 蓬佩奥不管是在讲话的时候 还是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对中国的立场还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日本的说法跟日本的态度 比较没有针对中国的是比较温和的 他是比较温和的 对日本的态度和立场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菅义伟 长期作为这个安倍晋三的 内阁官方反观 等于说安倍几乎所有的政策的操盘手 我觉得他延续安倍路线 是非常确定的 那所谓的安倍路线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有三条轴线 那第一条轴线就是他在军事安全上 一定是跟美国靠拢 强化美日同盟他的共同贺阻力 那这个贺阻力不单单只是针对中国 还有针对俄罗斯跟北韩 然后第二条轴线是在经贸上 因为其实因为川普 2018年开始不是只有对中国打贸易战 他对自己的盟国 包含南韩跟日本也打贸易战 所以我们有看到2019年的10月8号 美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两项协议 那基本上对日本来讲 这个是上权辱国 只换得川普一个短暂的 不对日本的进口小汽车加征关税 这样一个promise而已 所以对日本而言 因为自民党要继续执政 日本的大企业的支持非常重要 那川普是2017年一上台就退出TPP 这个被日本伤害就很大 然后再加上对日本打这个贸易战 又跟日本要求要四倍的军费 日本在2019年负担驻日美军的金费 大概是19亿多美元 那川普要求要提高到80亿美元 所以这些对自民党而言 在国内政治 日本的国内政治都是扣分 川普一直不断的在为安倍 跟自民党扣分 所以安倍路线的第二条走线 基本上它是在经贸上 必须要跟中国合作 这个合作主要从2018年开始 就是一带一路对中日 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 然后再来就是中日跟中日韩FTA 2019年的12月23日安倍到北京 见了习近平 25号在成都跟文在寅 还有李克强开中日韩 第七次的峰会 所以这个都看得出来说 日本在经贸上 中国是可以加分 然后2019年年底 这个RSEP就是区域伙伴协议 也已经有一个结论 今年年底要签署 所以这是安倍路线的第二条走线 就是他在经贸上 其实寄望中国比较多 虽然说我们有看到 日本政府有在协助他的企业 撤出中国 可是日本跟中国 在经贸上继续合作的这个态势 短期内不会改变 就不太可能脱钩 不可能脱钩 因为中国不管在供应链 或中国市场对于韩国 跟日本都太重要 第三条走线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国际政治上面 安倍路线的第三条走线 在国际政治上 对中国是相当暧昧的 我们有看到 包含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 香港人权问题 还有香港国安法的这个问题 日本内阁当时菅义伟 还是内阁官方长官 他的发言都是非常lowkey 非常低调非常温和 甚至于对钓鱼台的问题 日本政府的发言 也不是太有针对性 所以蓬佩奥去东京 基本上改变不了 安倍路线的这三条走线 短时间内 其实比较大的意涵 是在美日之间的coordination 尤其在军事还有安全上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安倍路线的第一条走线 他在军事跟安全上 是一定会互从美国 因为他也没选择 所以我觉得蓬佩奥这次仿制 包含印太战略的 跨十个主要核心国 虽然说这次是外长会 可是其实美国的规划 是要逐渐把这四个核心国 弄成这个2 plus 2 这是外长跟仿长会 所以他们是慢慢在建构 这个架构 就是美日英号的外长跟仿长 国防部长一起开会 那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跟韩国跟中国的关系 比较起来 因为本来安倍是积极的 在推动习近平访日 那现在这个可能性 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了 那现在看到中国跟韩国 在积极的推动习近平访首尔 那日本处于中日韩美的 这个四方的关系里面 日本是怎么看待中日关系 跟中韩关系 这一届的日本众愿 日本国会的任期 是到明年的十月份 所以换句话说 到2021年的年底前 日本一定要再改选一次 所以我自己的判断 是认为说中国政府 在现在一直到明年年初 会用力的去push中间 想办法在明年的年初 让习近平对东京 做国事访问 然后把中日的 安倍跟习近平 所谓的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把它确定 因为你在明年的年中之前 没有确定的话 到明年的年中以后 日本政局又有变化了 因为他有可能到明年的年底 又换首相 所以我觉得之前是安倍 比较积极要邀请习近平访日 可是我觉得现在是 正好颠倒过来 是中国要很积极的 去推动习近平访问东京 因为习近平如果对东京 进行国事访问的话 他等于是一石二鸟 第一个先底定中日关系 第二因为日本是美国 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 所以他必须要中立化日本的态度 让日本不会在所有的 一笔上都互从美国 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认为说 在明年的年初 大概四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去访问东京的可能性 是相当高 可是这个当然有backfire 对东京对日本来讲 这个是非常冒险的动作 因为日本国内保守派还是很多 那如果菅义伟接受了习近平 明年年初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话 会造成自民党内部政治上会动乱 就是内斗就对了 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会导致于日本政治变得更不稳定 那日本政治不稳定的话 就会影响到中日关系 没有办法很smooth的去推动 习近平要访问东京 所以我认为菅义伟现在很伤老筋 他必须要拿捏得非常仔细 好的 谢谢郭教授 蓬佩奥原本的亚洲行 除了访问日本 还计划去韩国 蒙古 但后来因为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 而将行程缩短 只访问日本一个国家 那么蓬佩奥去不去韩国 有什么影响 韩国如何应对美中对抗的 这个形式 接下来请教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曾佳老师 其实从那个美日澳 澳印四国的一个外长的 一个安保对话举行以来 其实美国呢一直多次邀请 希望韩国能够也加进来 那变成是五国之间的 一个安保的对话 但是文在寅对加入 其实一直表示 目前还是以北韩为主 所以对于加入 为主中国的安保对话 其实韩国是一直在拖延 一直在婉拒 其实美国对这一点 其实是颇有为辞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 当然就是文在寅的一个政策 他一直是在这个美中之间 采取比较平衡的政策 虽然跟美国之间 有一个军事上 和同盟国的关系 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 在对中国的一个政策上 能够采取比较平衡的一个策略 所以他也不愿意 去加入所谓的一个 五眼联盟等等 对于四国的一个安保对话 那他也避免加入 一个抗中的集团当中 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文在寅的平衡外交上的 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当然他这个考量背后 当然就是在北韩的一个问题上 还是需要中国的地中的协商 他觉得在整个的一个两韩的一个对话 甚至是朝鲜半岛的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以韩国现在的国家利益上来看 并不必要去加入一个围堵中国的集团 所以这个是蓬佩奥这一次 没有去韩国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韩国这么看重中韩的关系 北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经贸是不是也是重要 还有经济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韩国其实最近跟中国 其实是要积极促成所谓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本来今年12月 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应该是因为疫情可能会有一些延大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及早促成 所以韩国其实是采取所谓的 军事抗美国经贸上 还是希望以待中国的策略 所以在美中对抗这个形势下 韩国就不会这个立场鲜明的 站到美国那一边去 韩国的一个策略就是 避免过度的倒下 美国的抗中集团 所以蓬佩奥就算去了韩国 可能获得的成果也不会很大 所以他这个取消 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比较不会 那现在他们要签署的是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这个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意涵 还有政治上的意涵 因为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第一个就可以削弱 CPTPP围堵的一个效力 像日本的一个所谓CPTPP 那另外一个就是强化 阿欣平的成果 那现在中韩双方都在推动 习近平访问韩国 这个事情对中韩双方 对文在寅跟对习近平都会加分吗 哪一边现在推动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就对哪一边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那边 希望能够及早的促成习近平的访问韩国 但是现在习近平反韩的话 这个对文在寅来说 有一个比较大的矛盾 那就是在现在的情势之下 因为韩国一向就希望 如果习近平的访问 能够日韩都同时来访问 那因为现在日本的一个行程一直在拖延 尤其是菅义伟上来之后 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要拖到 今年已经不太可能要拖到明年去了 这个也让韩国在安排习近平反韩的一个行程上 也出现了一些延误 那如果习近平就访问韩国 那没有访问日本 这个就很明确给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韩国是站在中国大陆那边 这个对文在寅的平衡政策 不是一个正面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韩国的一个希望就是说 习近平的一个反韩跟反日 能够同时来进行 就是他希望习近平访韩 那他也希望习近平也访问日本 对对对对 对这个美国老大哥就比较有好交代 对对 韩国现在也正在观察美国的一个总统大选 11月3号如果川普没有连任 美国可能又会回到多边的一个外交上 那多边的一个外交上的话 美国可能就会改变现在川普 对韩国若即若离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韩国 现在一直在观察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拜登上来之后 可能也会重新的来去强化 美韩跟美日之间的关系 好的谢谢蔡老师 我们听到两位学者 从日本和韩国的立场来分析 如何应对美中对抗之下的国际局势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